你今晚深喉咙 有多深 文化多深 年画大师胡光奎 亲自示范棉竹木板年画 宝贝都出来了 胡光奎在80年代 拜年画老艺术家为师 却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 意外成了棉竹年画的守护者 我要坚持下去 就是房子倒了 这个年画 这个精神不能倒 当时担任年画博物馆馆长的胡光奎 灾后将失联的老艺术家们 一一找回来 才让棉竹年画免于失传 这个花瓶颈高是2米4 最大的指径是90 是目前成都七七史上 最大的一对花瓶 这对牡丹卷草大花瓶的创作者 是七亿大师尹丽萍 是大陆仅存三位的 国宝籍七亿传人之一 中逢公益美术百花奖上 或者一等奖 被中国工业美术馆 登堡一碗收场 先后历经工厂倒闭 和丈夫病逝的困境 但他坚强挺过人生难关 也成就不凡的七亿人生 更多大师传奇故事 锁定周日上午九点半 秀方点题 中逢公益美术百花奖上